主席,我請江部長 請部長 江委員早 早,部長早 部長,今天是5月11號 那今天已經是9點多了 所以5月11號過了9個多鐘頭 我們知道南投有一位王老師 他就說今天會有14級的地震 要大家準備貨櫃物啊,準備這個避難的各種包包 那你對這件事 就是公然散播到今天再過幾個小時 511就過了 那如果今天我們的大地就是穩如泰山 完全沒有動搖 那這王老師 未來要面對,有沒有要面對什麼司法問題呢 向委員報告,我們有注意到這個媒體所熱切關心的議題 那麼,雖然作為災防機關 一方面我們是希望全國的民眾對於各種不可預測的天災 都要保持戒慎恐懼居安思維的意識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絕對不贊成任何民眾 由於沒有根據的意識 這麼明確地指出說今夜5月11日會有14級的大地震 委員也知道我們地震的分歧並沒有到14級 所以這是一個無從講起就是 媒體報導說如果14級的大地震回歸到311日本的大地震呢 是9級,那是地層是裂開900公里 那14級的時候要10萬公里 那地球要繞了好幾天就裂成兩三半啦 所以這一部分我想如果今天沒有像王老師所預言的那樣 我想我們也應該要依法辦理吧 呃,向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從媒體的有線報導了解的是說 這位王先生他似乎在昨天開始表示 呃,他並不是很公然的大量的向外面講 而是說他跟他的一些家人朋友講 然後輾轉被報導等等 那這一些我們都會請地方政府去進一步的了解 那麼至於他是不是有違反去向播報方面的法規 這個會有相關的主管機關來查處 好,謝謝,謝謝 部長先生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應該是我們的住宅政策吧 是的,那我個人呢 就看最近 政府機關創造很多的名詞啊 讓我覺得說我們的住宅政策就是一個亂制啊 我這樣講 你是不是也有一部分的同感呢 一個亂制 今天陳盟委員會讓我們有個機會 就我國的整體住宅政策做了剛剛的這個書面及口頭的報告 我想看了這個報告 委員應該就會比較清楚 我們住宅政策是一貫的 並沒有所謂問亂的現象 我們住宅政策怎麼會是一貫的呢 我們政府 從有政府以來呢 我們就有什麼國宅 公教住宅 還有這個軍教住宅 軍眷住宅 然後呢 這些住宅的數量老實講 是針對特定的軍公教 同時它的量呢 也不多 那它的土地跟房子呢 都是可以賣 賣到現在 那部長先生我請問你 你們內政部現在手上的公共住宅有幾戶 那現在 它的流向去處又是怎麼樣 向委員報告 早期 我們國家的住宅政策 確實是以新辦 這個會出售的國民住宅為主 但是有一部分也是只有出租 那麼這種種類包括委員剛剛所講的 公教的 軍人 國宅 軍眷住宅 公教住宅 還有災民的都有 那麼這一些住宅 我上次問過您說在太平的 新隆地區的公共住宅 現在已經賣光光了 我們現在全國在營建署手上 還沒有賣出去的 大概有一百多戶 一百多戶 一百多戶 對一百多洞或說一百多戶 到底是幾戶 那這是散布在各個地方 譬如說桃園 只有一百多戶 是的其他的基本上都已經 都已經賣光光了 對 那所以呢 那就是過去我們的所謂國宅 軍眷住宅呢 就有這樣子的流向 到你 到了你江部長的手上 我們的公共住宅 剩下一百多戶啊 對不對 這政策上 我們對啦 所以 那所以 我就記得 記憶非常清楚說 去年您推出 是 所謂的社會住宅的時候 那很多人就擔心 那這 是不是 國宅或是軍眷住宅的變形啊 呃 說 很多 很多社會的疑慮 我們看到有一些 被指明 社會住宅 要興建地點的那些 裏民 他們就有這些疑慮 甚至有出來 由於有過去的一些不愉快的 對嘛 所以過去的住宅政策 那些 那些所謂的國宅啊 軍眷住宅 就是有被 污名化 有被標籤化 是 有 到最後的結果 只剩下你手上的公共住宅 只剩下一百多戶 那這樣的結果呢 所以讓你們現在的政府 不得不再創造出 很多的名詞出來啊 哦 不是不得不創造 各位 對啊 就有社會住宅啊 青年住宅啊 合宜住宅啊 甚至現代住宅 那現代住宅 那有人就問 那我們住的都是古代住宅啊 還是非典型住宅啊 所以我就說 我們的住宅政策 就是一個亂制啊 委員 如果看剛剛的報告書 就知道 我們把這個 目前的做法 敘述的相當的明確 行政院推出的 包括租跟購方面的 好 主要現在的合宜住宅 跟社會住宅 部長先生 你的合宜住宅 在去年的 最早是幾月 開始 所以有合宜住宅了 哦 六月 我記得是 還不到六月之前 院裡面就有 呃 請我 只是我們開始去規劃 但那個時候都是屬於部內的規劃 那 合宜住宅 那我們知道 你現在的合宜住宅呢 你土地 是要出售的嘛 對 原則上是飆售 對 然後你因為 因為後來有社會住宅 推動聯盟出來 建總統 所以 你才 就 從來 沒有聽說過 你所謂的 合宜住宅 推動到什麼程度啊 然後 開始 改選一章說 改選一章說 我們的 我們的 這個 住宅呢 就 只租不賣 所謂社會住宅呢 就只租不賣 對 這就跟住宅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可是呢 你現在合宜住宅 你要說百分之五呢 要轉社會住宅 對不對 呃 將只做出租之用 就是為了要增加 那我問你 那我問你 為什麼是百分之五 不是百分之三 不是百分之八 不是百分之十五 為什麼是百分之五 呃 這是經過 稍微有計算過成本 因為合宜住宅的部分 是要找民間 來投資 興建 所以我們要讓民間 也有這個興建的 這個利潤的基礎 但是 要到什麼樣的一個量 要求他必須把它保留為出租之用 如果太多的話 可能 你這樣講就錯了 你跟民間 興建 是要給民間錢啊 對不對 你跟 你讓民間來興建 是不是要給民間 民間人士錢 機構錢 呃 他來向我們 來 標購 標購 是 所以 基本上並不是說 我們還要拿錢來 所以是合建 呃 呃 嚴格講這個也 也不能說是合建 因為我們自己並沒有進行這個 那為什麼你說要保留一些給 可以 這是在寫在契約裡面 那這個是小部分 因為我們真正出租住宅的主力 還是在社會住宅 喔 那將來也仍然是這兩個管道會並進 一方面就是會出售的 合一住宅 你的意思說 你的意思說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就是 後來這些地商務的權 地商務的權利呢 是 是給建商喔 那到了幾個年限以後 對 幾個年限以後再回歸到政府了 呃 目前第一批的這個A7的規定 它是 這個權呢 地商權的將來是給這個建商的 就是給興建的業者 對嘛 那就是合建 就是類似合建的精神嘛 對不對 有一點接近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看契約裡面寫的 合建的精神 是 最後的產權 地商務 還是給建商嘛 是不是 對 但這並不是我們在社會住宅 最後還是 就是賣嘛 那邊是合一住宅 對 對啊合一住宅還是賣啊 對 合一住宅我剛剛報告裡面有講 它是以出售為主的 可是你就 就再留個百分之五 對 又 有一點是不像 可是這百分之五是屬於建商的產權啊 所以 所以呢 合一住宅 最後還是把 土地跟房子賣光光嘛 所以最後 最後 內政部手上 擁有的工作 公共住宅 只能夠靠社會住宅 我剛剛一開始就一直強調 我們這兩軌 是要同時推進 可是 社會住宅 有沒有可能 在蒙上 以前國宅 軍縣住宅的這種 陰影 這就是我們 這也是未來 不可預期 而且很有可能發生 的這種現象啊 好 那我再問 那什麼是現代住宅啊 什麼是現代住宅啊 好 相委員報告 在上個禮拜 呃之前 我對這個概念 還不是很清楚 因為並沒有 上個禮拜 你還不清楚 對那但是昨天 那政府的機關 是不是各吹各的吊 各有一把號 呃 所以我就說 我們的政策 住宅政策 就是一個亂啊 委員 您聽我講完 昨天我們有開一個會 包括內政部 金建會 財政部 等等 金融金管會 大家有坐下來 討論到我們住宅政策的 一些基本的 要素的時候 那麼 金建會有提出 這一個 呃 現代住宅的一些構想 但基本上因為 這一些構想 還沒有正式抱怨 那我想應該 現在住宅 金建會 發表的訊息說 對 報怨之後我們就會 不賣土地 不賣土地 只有 地上戶設定權 七十年這個問題嗎 呃這個要由金建會來說明 好部長先生你不要推了嘛 你既然你也 你還跟金建會 坐下來 面對面溝通 好 那 就 只 只設定地上權 七十年 我覺得 必須跟你報告 香港的經驗 是 香港的國宅呢 也有所謂的土地 批租制度 他們呢 是設定七十五年 可是後來發現 居民 頻頻 抗議 而且又發生了 遷移 不義 安置後續 安置不義的這個問題啊 結果你知道 香港 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 後來演變成什麼嗎 幕僚 幕僚 趕快給 部長 演變成什麼樣 你知道嗎 請委員指教 所以你也不知道齁 變成九百九十九年的地上權設定 所以我相信 經驗會所推出的這七十年的地上權的設定呢 到最後我們也是會面對居民賴著不走啊 我不簽啊 你要幫我安置啊 我新的住宅在哪裡啊 是不是會有這個問題呢 會不會有這方面的顧慮 如果委員想要知道詳情 今天經驗會副主委 我要找經驗會 所以都知道 我想經驗會的打法會比較權威一點 是 因為你不知道 可是 部長先生 你是台灣住宅政策的主管單位 沒錯 你現在推說 叫我去找經驗會 所以我就說一個亂字 不是這樣 我們內政部是全國住宅跟建設 你知道今天報紙寫的潤泰集團 在台北會館的對面 植物園的旁邊又標了一塊嗎 你知道嗎 只有十九億 標了台營的土地 結果台營呢 又貸款給他十五億 他只需要拿四億的本金出來 就可以 蓋了 第二 第二 就是 地保第二 每坪至少八十萬的土地 的房子 那是不是政府 一方面在打房 一方面又在幫助炒房呢 像委員報告 土建融資方面的事情 就不是 又不是你的 融資不是 那你部長 你越做越小啦 這個你也不知道要問今天 那這個 因為委員問的不是我業務範圍內的事情 我沒有辦法評論 謝謝 我知道你們的態度了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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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